当下此时 关于躺平放开这些争论 放开对还是不对 清零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事实上 当下此时 这种讨论呢 现实意义不大 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是我感觉到 应该说是我们国内的 处于疫情爆发中的人们的 普遍的心态 他们认为呢 这种争论没有意义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迫切的想知道 我们身处疫区 我们怎么样防这个病 得上了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治这个病 第三个呢 就是我得了之后 好了之后怎么样 预防 再得这个病 我觉得这可能是 大家最 所有思考中最优先的 这个选项 就是还是要围绕着 这个病的问题 那么呢 我们身在国外 没有发言权 但是中国新闻周刊 最新发表的这篇文字 我觉得 对国内来说 颇有些个参考意义 他说的就是 国内第一波阳性的 这些患者 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都转移了 那么呢 采访了一些这方面的人 然后呢 总结了 他们表达出来的 说九件事 很重要 就是九件事 这是共识性的东西 九件事很重要 这事关什么呢 事关的就是 关于症状 关于哪些人 患者可能转为重症 比如说阳过了以后 怎么样买药喝水 吃药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个问题啊 都有一些个共识 那么中国新闻周刊 总结的第一个 关于症状啊 关于症状 那么 感染新闻后症状因人而异 有的人嗓子仰头疼 两天可能就转阴了 有的人躺在床上 会是发了 外加通刀片 然后他就说 中南山说 中南山说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绝大多数患者都存在上乎一套感染 咳嗽 咽痛 发烧等症状 无症状的幸运而可遇不可求 所以别再说早阳早好 这些症状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 啊 就说 哎 他这说的就是这个症状的问题 第二个呢 关于二次的感染 嗯 新冠不是流感 新冠不是流感啊 重要事情说三遍 再说一遍 新冠不是流感 虽然感染一次新冠病毒后 人体形成的免疫力会得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根据国务院联防联空 机制有关专家的观点 奥菲克荣可能快速变异出新的亚分支 康复者不能完全避免二次感染 疫情期间最好防护还是戴口罩 就是物理隔离啊 嗯 接种疫苗 还有什么 避免聚集啊 戴口罩 接种疫苗 避免聚集 第三 那是关于喝水的问题 啊 不是说多喝水总是没错的 啊 不是的 喝水也要涉毒 说成都一个53岁的女人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发烧到39度 呕吐了两次 大量饮水后导致水中毒 嗯 大家都知道生病以后说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但是很多医生提醒 饮水也要适可而止 平均每天两升左右是安全 第四 关于就医 得了新冠是否去医院 啊 这个 有团队认为 99.5%的人可能不需要去医院 啊 因为你去医院现在 尤其北方 寒风凛冽的 政治溶洞 你排排几个小时的队 那身体不就更垮了 啊 再一个啊 也有的朋友说 说你要是能够在这个 凛冽的寒风中排排队 排几个小时去看病去 估计你身体就问题不大 你完全可以在家里 休息 啊 然后这个观察 很可能就能很快的 走出去走出来 那 同时呢 你不到医院去 不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他也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啊 导致会 交叉感染会导致你的病情加重哦 嗯 嗯 啊 说只要不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嗯 只要没有慢性基础病 高血压藏药病 新的血管疾病啊 什么的 啊 等特殊人群 普通感染者完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 啊 依据病情 开具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啊 你这样做呢 也是属于一种 啊 一种一种风度 就是 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那些 更需要的 0.5%的那些的人 啊 这是第四 关于就医 第五是关于特殊人群的就医 啊 临床医 一个临床医生提醒 说有些老人感染后 第一周可能完全没有症状或轻型或者普通型 但有基础疾病或有病发症等情况的两三周后可能会出现重症 而且进展非常快急转直下多器官功能衰竭 所以提醒家有老人基础病患者肿瘤患者等脆弱人群的啊 感染后要及时就医 尽早使用抗原抗病毒药物进行干预治疗 帮助早点消灭体内的病毒 啊 就是老人 有基础病患者 还有肿瘤患者 啊 这些人群 只要是感染了 必须要 就医 必须要就医 接受治疗 然后第六 关于吃药 啊 关于吃药 说根据呢 第一波阳性病患的分享 切记盲目吃药 要对症治疗 普通药物之外 新型冠状病毒 这这条诊疗方案第九版里面 推荐了两种啊 这个药物啊 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 抗病毒这个药物 是除一般治疗 支持治疗之外的针对性治疗方案 有专家认为 轻型和普通型的患者均可适用 能够在达到有效治疗的同时 降低向重型发展的风险 嗯 他这没说这个 这个第九版上 这个推荐的两种 那个抗病毒药物 这个名称 是不是可能 怕这个 这个 可能是为了避嫌 是不是 不想做广告 是不是 第七 关于互联网 互联网买药 嗯 由于这个 口服抗病毒药物 是处方药 患者只能在医院 就诊后 按照医生的处方 取药 那么12月12号 国家卫健委发布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 已实现线上开放 线下送药 其中一款国产 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阿兹福定 还被纳入了医保 如今已有多个医疗机构 包括 呦 这也开始做广告了 复兴 健康 威医等医疗网 等互联网医疗平台 可以进行线上问诊 开发 购买到新冠的药品 这个 这个复兴健康 什么 威医什么 做广告了 关于抗病毒药物 北京一位 70岁的老奶奶感染后 CT检查结果 是新冠肺炎 症状为胸闷胸痛 伴有剧烈的咳嗽 有痰咳不出来 专家解释 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存活时间 为一到两周 初期病毒会在人体内 大量复制 根据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 可以有效的阻止病毒的复制 尤其对于特殊人群 或症状较重的感染者 能够降低 像重症进展风险 及患者的死亡 这是 抗病毒药物 要尽早服用 抗病毒药物 第九 让感染晚一点的发生 十二初开始的第一波的这个疫情高峰正在过去 阳过的人开始转移 陆续返回工作岗位 病毒还没有消失的迹象 虽然病毒 虽然毒性可能变弱 但感染性不减 甚至更强 无论不曾感染的天选打工人 还是已经康复的战士 都要做好防护 让下次感染的可能永远晚一点发生 当然了 文后他提到了 他有个提示 文中的药品及诊疗手段相关信息 仅供知识性参考 不作为推荐 那么呢 这是九方面的建议 那么中国新闻周刊呢 我想他们应该是负责的 这九条呢 应该是他们的 这个一线采访 这个阳性患者 和已经转阴了的这些个 这个染疫的人之后 总结归纳出来的 共性化的九件事 推荐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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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